电力包括中药 今天追进去了以后 立马出现这种下跌的这种情况 会不会有这种冲高回落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我们在前期重点讲到 比如电力板块 其实还是炒小 就是整个的小盘股票 中药来讲的话 其实是在之前 由于二洋有一定的反弹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行业它的复苏 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整体来讲的话 还是在医药板块这个旗下 尤其是我们在前期讲到过 创新药对吧 这里面就是以葛兰为首 主要是以恒瑞医药 整体增加了1.5亿的一个资金 所以说形成了整个医药板块 创新药 还有中药形成反弹 但是我们强调过 整个医药形成了连续大涨期的行情 目前并不具备 为什么 因为还是一个存量资源博弈 一定要知道 市场既然是一个存量资源博弈 我们在前期也重点强调 如果说市场我们分成三大块 首先主题性投资 是在中间的位置 对不对 同时左侧我们所说的是价值性投资 以及右侧我们所说的成长性投资 好了 我们发现近期来讲话 表现比较明显的是什么 就是以宁德时代为主 包括以贵州茅台为主的成长性和价值性 纷纷都不涨了 包括贵州茅台 很多图人说 近期来讲话 茅台怎么不涨 当然今天酿酒板块 有一定的表现 尤其是啤酒 我认为可能还是在于整个咱们所进入到夏季有一定的表现 但它仅仅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季节性的 而趋势性是什么 趋势性就像我们所说的AEI智能人工方向 我们在前期强调主题型投资 它往往是什么 从什么过渡过来的 概念性 什么是概念性 之前刚刚提出拆的GPT 对吧 很多人不知道 文字互动互写 对不对 然后直接传到我们这边来之后 好相应的概念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 那个时候炒的是什么 炒概念 炒故事 对不对 好了 目前是什么 目前进入到主题 主题是什么 趣味存中把这些炒概念炒故事的 好了 略掉之后 现在主要炒什么 应用端 比如说游戏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天地在线今天是涨停 这就属于什么 AEI的应用端 这个我们在前期可讲过 我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讲的 我们讲的天地在线 这个位置一浪上行 二浪的回车豪 三浪的上涨 这个三浪其实属于什么 涨幅不大 好 这个位置其实形成了一个什么 比较复杂型的一个 四浪的结构 好 然后我认为要走一个 五浪的向上突破 五波的上行 它有没有走完 没有走完 如果从结构上来讲的话 它这个位置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123的话 至少是它的1.618倍 那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说像天地在线这类的 当然不是推荐 至少往五十六方向 也就是什么 这个就属于我们所说的应用端 科大训飞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在前期也重点强调过 它也属于什么 发布了自己的大模型 好 一浪 二浪 好 这是三 ABC的四浪也要向上突破 非常的明显 包括这个世纪滑通 这也是咱们所说的AEI的应用端 这个告诉我说 这个是属于什么主力出货 不是主力出货 这属于要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前期强调过什么 AEI这一波第二轮已经来临了 什么是第二轮 也就是主声浪的话 一般就是第三浪和第五浪 现在大部分的这些游戏 传媒 影视 我们再看一下唐德影视 我们在前期重点强调 咱们这个唐德影视 我们就讲到 我们做了两波了 已经在这个位置 唐德影视发布 跟ChallityGPT合作 整体的AEI 整个影视的渲染 好 我们在短时间之内 形成一个连续拉伸 我们关注到 我告诉大家 我们在多长时间 咱们看一下 这个回报率已经达到多少 75%以上 8个交易日 跟大家讲一下 好 我们在前两天讲到的是什么 唐德影视在这个位置 要干什么 要走一个五浪 ABC走完之后 五浪要突破 那么好 这个其实更大的机会 已经是来临了 当然并不是推荐 所以我们现在投资者 一定要记住了 我们要挖掘什么 挖掘就是有潜力的 有概念性的 有题材性的 好 感谢观看